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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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欢迎大家 本节目由咸哥小小翠特约播出 咸哥小小翠又香又脆 好的 那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如果也想来到我们的舞台 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扫一扫摇一摇 或者是登陆一站到底的微博话题页面 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咸哥小小翠 答题有滋味 再一次欢迎各位 好了 看看今天是哪两位来镇守 请看 好 这一位呢是用声音温暖海外华人的 西亚图中文电台主播 吕思默 我是吕思默 现在是美国西亚图中文电台的一名电台主播 最年轻的秘书长 安全码 这个声音啊 疗愈了无数在海外的华人 哎呦 另外这位好久不见啊 他是用评书解说足球的实力战将 苗林 有这么一号人物 自有学习评书是一名足球解说 姓苗林林 激情是他的标志 去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我相信挑战无处不在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不是一个人 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 看看今天谁 会成为本场的第一位挑战者 他就是 BB King 来 又是找我们来的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篮球男孩齐浩然 其实这个BB King呢 讲的是Basketball King 也就是花式篮球王者的意思 反正长得是挺帅的 这个球到底玩得有多好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好不好 好的 没问题 谢谢 漂亮 哇 哇 刚刚那个动作 他真的没见过 哇 超帅 但是我刚刚觉得其中有一个动作 真的我震撼到了 什么动作 没有看到有人玩花式篮球可以从头 然后让球 然后躺在地上一直滚到脚了 其实这个动作呢 它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招式 这是你自己发明的招式 对 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招式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叫Cloud Rolling Cloud就是我的英文名字Cloud 对 然后Rolling就是翻滚的意思 对 晓鸥明姐 你想过自己能够赚球吗 从来没有 因为我之前都是别人赚好放在我手上 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我们试试看超过三秒钟 好 超过三秒 我现在把你全身的意念 都集中到你的手指尖上 然后用力把它僵住好吗 不管发生什么事 手都不要动 是心动啊 是心动啊 早饭眼神躲不掉 像是就想要逃跑 我与你就好 诶 这个环节你为什么不跟我玩呢 来 来 给我一个 是心动啊 糟糕眼神躲不掉 像是就想要逃跑 我 我 你是故意的吗 我怕球砸到你 对不起 不是 对不起 你今年多的 我今年24岁 我玩花式篮球到现在一共12年的时间了 刚好是我半辈子 半辈子 其实我当时在加拿大念书的时候 我每天放学 就会到一个室外的广场去练习 然后我就一直练练练练 练到隔天早上天亮 大概就练十几个小时 因为在加拿大天气是非常寒冷的 所以其实我这十多个小时 我基本上没有办法停下来休息超过一分钟 否则我的身体就会冻得受不了 你可以去室内打呀 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自己 放到那样一个痛苦的环境之中 我有提升我自己的意志力跟思维之后 我的技术还有一些东西 才有可能会跟上来 这个是一种锤炼 保健风从魔力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科比说过那句话 你见过凌晨4点钟的洛杉矶吗 但是大家很多的朋友 现在在网吧里面 只吃过凌晨4点钟的肯德基 我曾经代表中国 在KHAR 2017世界花式篮球大赛中 拿过个人成绩的华人第一 还有亚洲冠军 亚洲冠军亲爱的朋友们 我并不是想要告诉大家说我有多厉害 我希望我能带给你们的是 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成长一起努力 然后我的精神能够影响到你们一点点也好 爱上你们的热爱 那么今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中央 希望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圆形的舞台上面 你可以触摸到更多的一些极限和边界 好吗 来 请看一下打开关键词板 我自己对这个舞林盟主挺感兴趣的 因为她首先她是舞蹈的舞 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 会跳舞的女孩子 然后但是她又是盟 是可爱的盟 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可爱 又会跳舞的女孩子 真太一样 所以你选择的是舞林盟主 对 请揭晓 就是她 关锐雪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名爵士舞老师 爵士舞老师 我的身材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的舞姿也许是最亮眼的 那我们可以看吗 好 好有活力 好有活力 对 瞬间感觉你跳起舞来整个人都变不超美的 对 变身了 你练舞蹈多久 15年 以前就一直从事舞蹈吗 不是的 我曾经是一名儿科护士 怎么会想到从护士然后去开始学舞蹈 因为按照父母的要求 让我们去一步一步地走 去做一些稳定的工作嘛 是一个比较听话的女孩子 对 然后今年的时候我还是想拼一把去追逐我自己的梦想 所以做了一个大胆的选择 放弃我原来的职业 家人后来支持吗 还是理解吗 不支持 但是我爱舞台 我喜欢上舞台 所以你们两个人是有点像的 就是各自都有自己热爱的事情 而且把它坚持到底 对对对 对我刚刚听你说的话就我特别有感触 我听过一句歌词我很喜欢就是 每个夜里我都在翻身 可辗转反射 我又梦到那聚光灯 真的其实对于一个表演者来说 有没有舞台 对我们来说真的是 就仿佛生命的意义被掏空了一样 我觉得有些时候舞台是两个方面 一个舞台是舞台选择了你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己去建造一个舞台 对对 人只有跟自己喜欢的东西在一起 你才会发光 是 好 两位 接下来马上要开始你们第一局的较量了 祝福二位 给我舞台 大家开始 我国1995年正式实行的双休日工作之中 规定每周工作时间应该为多少小时 是一周五天一天八小时 一共是40小时 秦始皇登基时唯一没统一的国家是哪个 唯一没统一的国家是卫国 答对 文丸界外形如含苞玉放莲花的雪蝉菩提子 其实是用哪种食物制作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但其实就是用我们平常非常常吃的开心果 多产于阿克苏地区 因糖分堆积形成雪花状纹里的苹果 又被称为什么 可甜可甜的冰糖心 请听音频题 这是哪家航空公司到达目的地后播放的歌曲 这首我很常听是孙楠老师的 是中国南方航空 这是哪位画家80岁的作品 这是 毕加索 对吧 好 汉县底被迫退位后干起了什么新职业 就是现在我们所称的医师 在古代叫做郎中 中国最早穿上西服的皇帝 是哪一位 是雍正 金雍笔下的张无忌 是在哪个年纪当上名教教主的 好 是我们的20岁落冠之年 宝石的质量单位是克拉 那么一克拉等于多少克 应该是 0.02 0.02克 好 关瑞雪 今天我觉得在舞台上面展示了你动能的自信的舞姿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对对对对对 重要的是我在舞台上能展现出来给大家认可 大家喜欢就可以了 好希望一战到底哦小帅哥 加油我们一会下面见 再 见 好 恭喜你获得10万领能跨国优选机票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还有哪些 不是很好判断谁是谁 我就直接凭感觉就是我比较想挑战这个太岁头上动土 刚刚已经有一个武林盟主 我感觉这个人可能比他还更嚣张一点 好 太岁头上敢动土 这个不是个善主 年轻人果然有勇气来请揭晓 好 那就是黄文 你这个名字起得太岁头上敢动土 好好的介绍你自己 大家好 我叫黄文 是四川大学考古系的一位研究生 有压力了 四川大学考古系 所以我可以理解了你手要拿的这个是不是跟考古有关的戏剧叫什么 我知道了 洛阳铲 恭喜你答对了 对这个为什么那么厉害啊这个铲子我一直想知道 因为呢它就是这样在地上一插它可以连接好几节 插到后面以后把它拔出来看有没有那个夯土层 如果发现有一个土层 说明这里 有木 下面有货 刚才好哥基本上说对了 那这个铲子如果被我们拿到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挖 那不行你那叫盗墓好吗 但是盗墓呢你这个是完全是违法的 希望盗墓的人都碰到粽子 考古学这个专业本来就算是一个相对来说好像比较冷门一点的一个专业 曾经我也听说过就说是号称是最孤独的专业之一 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真是一想到自己在考古工地的那个生活 那真的是整一个孤独了得 因为考古工地一般它就地处很偏僻的地方 生活的条件肯定不如咱们在学校在城市里那么好 就有些地方不方便洗澡 要很多天才能洗 比较偏僻 然后第一次去工地的时候 我们班男同学为了方便他们就全部剃了个光头 我觉得这挺好的我也可以去剃个光头 真的假的 比胆子够大的 真的假的 比胆子够大的 这真是为专业的付出啊 能从他就是把头发剃光这件事情就看得出来 就是说他喜欢这件事情他不会在乎很多东西 好 第二句马上要开始了 你看到前面这个非常帅气的小哥哥 还有什么要跟他交代的 我就想跟这个小哥哥说 如果你到了我们考古工地的话 虽然是我一个小光头 但是也有一点点小光头 但是我其实不是很知道太岁头上动土是谁 但是我感觉是一个狠人 但是我真没想到是看起来最不狠的这一个 但是他学的专业真的很狠 但是他的面容非常的慈祥 慈祥 我呢 那我呢 那我呢 你肯定是和蔼 就给一种安心的感觉 你行吧 我们都老了十岁 太可爱了吧 好 第二句马上要开始了 两位请准备 大体开始 葡萄表面的白霜很多 表明葡萄新鲜还是不新鲜 葡萄表面的白霜是由它本身自身分泌的糖醇类物质 可以用来代表葡萄是新鲜 严严夏日不一赛哪个时间段浇花 夏天的中午土很热然后水很凉 对植物根系不好所以是正午 在朝鲜篮球比赛规则当中 比赛最后三秒每一次得分可以算作几分 好 是篮球的题目 在这个比赛之中常常会出现逆风大翻盘 每一次是八分 在名侦探柯南当中 毛利小五郎在侦探界享有哪个称号 每次毛利小五郎最厉害的时候 就是他被柯南射晕了睡过去的时候 所以是沉睡了小五郎 这种水果经过哪个国家的培育 其味道被人们誉为初恋的味道 答案是日本 这件代表西汉初期最高制造工艺的文物 叫做什么 这件衣服就是只有49克重的 非常轻 它就是速杀单衣 陈宇 牛手 马肉 讲的是哪位思想家的故事 这句陈宇呢 它来自春秋 讲的是艳脂 翻满眼相传出自竹林西贤中 哪位人物的习惯 他每次看到喜欢的人就用青眼 看到讨厌的人就用白眼 他就是软极 在五行相声的学说当中 汉潮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属性 汉潮是属货 哪一公式被数学家们评价为上帝创造的公式 欧拉公式 汉潮最高荣誉的大力神杯中 大力神托起的是什么 它托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 判断题 一个43厘米直径的披萨 比两个30厘米的披萨更大吗 这个棋我真的 真的不会 应该是不是吧 蒙一个不是 宜潮到底的舞台既要比实力 有些时候也要拼运期 真的不太擅长数学 要让我们的那个帅哥安慰一下他 好好说啊 就是那个祝你一路顺风 不止 就是下去的时候注意安全 保持你慈祥的笑脸 保持我慈祥的笑脸 再见 好 恭喜你获得30分纯净裸钻 这也太好了 要是拿到了以后要送给哪位慈祥的女性 我送给我妈妈 妈妈今年多大 51岁 你妈妈51岁你就用慈祥 你妈妈可能也不太开心 不是 为人很慈祥 为人很和善 对 为人很和善 长得很慈祥 挺好 就我觉得慈祥是一个很棒的 形容人的话 就你说一个人慈祥就 我觉得很稳 不会错 这个词我记住了 下次以后我也用这个词去形容 不要形容我 谢谢 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就觉得你很慈祥 所以最后你变成了一个慈母 你让我看见干涸 像我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心愿 好 来 接下来开始选择 打开关键词吧 我现在挑选只有一个就是原则 就是我不希望再挑到女孩子了 我就挑一个我觉得绝对不会是女孩子的 哪个 就是由我们沈腾主演的赛车电影 《飞驰人生》 这个绝对不会是女孩子了吧 请揭晓 请揭晓 谁呢 请出场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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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好 小冰姐好 又是一个女生 她长得慈祥吗 我已经想好这问题了 我刚刚吸取教训 我觉得你长得不慈祥 我不敢听她讲话了一句 我好期待 就是 但是你看起来 红红就 很红润的感觉 红润 对 你很红 然后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就是她对 就是可能她不喜欢这个女生 然后她这样说完之后 别人就放弃了 不不不 她是对 她很真诚 她是对喜欢的人才会这样心 对 我没有不喜欢你 没关系 没关系 不 我也没有喜欢你 就是那种 没有 说一下飞驰人生的关键词 好 飞驰二字和我最近的生活状态很贴切 是因为我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一共累积飞行了12万公里 正好绕了地球三周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段时间的努力当中 很荣幸地我在2019年 获得了福布斯中国 30位30岁以下的精英这个称号 你说话真的很优秀 与此同时 我也一直还保持着 我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台主播这一身份 海外这两个字其实是有分量的 它代表着一种责任感 一种使命感 去年正好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70周年 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 当时就举办了一次升级仪式 很多的华人涌到了这个广场上 阿姨穿着这个红色的外套 特别地喜庆 还有一些小孩子 他们可能是人生中第一次看 中国的国旗在海外上风飘扬 人群当中有一位头发花白的一个老人 当国旗争取的时候 就是满眼的泪水 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说 我能作为海外电台主播 能够用我的声音 去温暖这样的一些人 我觉得是我的荣幸 所以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我们海外华人的心永远在一起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爱你中国 听你形容的那个场景 我都可以看到那个画面 就浮现在我的眼前啊 所以就算是我 飞驰了这么多个地方 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我的初心 就是希望能够用我的声音 能够陪伴很多的海外华人 给他们带来 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都能感受到的祖国的相音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在国外的华人这样子 然后当他说出那一个 就是希望能够让在国外的中国人们 都能够感受到祖国的温暖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份心 然后还可以去真的去做这样子的行为 真的会让我们在海外当时艰苦困难的环境之下 好像得到了一份慰藉 然后就是感觉自己真的不是一个人 你的工作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就像我们所有的主持人的工作 因为话筒本身就是有分量的 我们能够传递更多中国的声音 很多时候在海外的华人 我们可以说他们更珍惜 好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 永远满怀着一颗炎黄赤子之心 好 我们永远在你们身后 好 两位 来 请准备 答题开始 动植物在不断沉积过程中 变化而来的石油 主要蕴藏在哪种岩石中 是我们的沉积岩 我国新版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中 最低的预警级别 是用什么颜色表示的 从高到低分别是红 橙 黄 蓝 所以最低的是蓝色 国际足球联合会 最初成立于哪个国家 好 这个东西它的字首是一个F 代表的就是我们法语 法国 联合国天文组织 以我国哪个历史人物 命名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 东汉的天文学家 发明了地动仪的张恒 我国哪个省级行政区 拥有最长的国道里程 是我们的西藏自治区 容索权使用完毕 答题继续 钓鱼术语春钓滩 指的是在哪里钓鱼 在地球上一般看不到 太阳系中体积最小的是哪颗行星 它同时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 是我们的水星 哪种系统 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 生态圈 在唐朝 如果官员矿工一天 需要遭受什么惩罚 好 是我们的体罚打20大板 如果打喷嚏的速度是每秒50米 那么哪种交通工具 以最高时速才能赶上 一小时3600 一小时3600秒 高铁每小时是350公里 高铁 教绩很难 图片中的MV 是由哪位导演指导的 我知道这个 这是我们娜姐的物理看花 是由张国立老师 看个问题 鱼也会被淹死吗 水里没有氧就会被淹死 会 根据费绍通先生记载 佛跳墙是由哪类人发明的菜 佛跳墙在现今呢 是一个非常昂贵的食物 但其实它在古代最初是由乞丐 相传最早的佛跳墙 是将所有材料放进了什么器具中 一起烹饪 现在它的器皿也挺香的 酒坛 F1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 位于哪个国家境内 这个其实我真的不是很熟悉 那我就猜了吧 摩洛哥 一阵到底 马上回来 一阵到底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本节目由咸哥小小翠 特别播出咸哥小小翠又小又翠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也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荔枝网 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 了解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 同时可以登陆新浪微博 一阵到底的官方微博 和李浩小明的个人微博 跟我们进行实时有趣的节目互动 接下来让我们答题继续 F1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 位于哪个国家境内 这个其实我真的不是很熟悉 那我就猜了吧 摩洛哥 已经很棒了 已经很不错了 在舞台上已经面对到了 第三位的对手 觉得最大今天的收获是 我就这个话送给在座各位的直男们 就别说女孩子直想的 对 没有人会说只有你会想 多听听女孩子她们自己的意见 咱们就别瞎想了 可能此时此刻在这个舞台上 我成为了你小好的一点点困难 但我看你打篮球都打得那么漂亮 而且有那么多支点 我相信下一次你可以用知识为支点 做你自己的英雄 我希望将来能够转动更大的舞台 带着她心爱的篮球 再见 我已经打了 好 好 很大的 在场的还有三位 而名人堂选手还有一位 究竟会是谁 是全新的挑战者的 请看 他就是身着火焰蓝的张晓宇 他的关键词就是别打雷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我叫张晓宇 来自内木股森林消防组队 是一名新消防员 作为消防员 我们的职责就是 最先以防火灭火为中心的 综合性救援任务 做党和人民的首业人 好有气势 我特别想问他的关键词 别打雷是什么意思 是的 消防行业分为两种 一种是城市里面的消防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森林消防 作为这个森林消防 一名消防员来讲的话 如果说打雷 就可能意味着有森林火灾 和草原火灾 前段时间我们这个新闻里面 一直说到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 是吗 对 它的整个的森林大火 现在整个的悉尼啊 都是黄雾弥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句话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 那小宇你之前刚刚介绍的时候 说了自己是一名新消防员 是 新消 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 在2019年的时候 在我的家乡内蒙古呼伦贝尔 有一场过境草原火 说真的啊 我作为一个新消防员 我整个人是蒙的状态 我非常地害怕 因为整个天空 都让火烧得红红的 然后现场还挂着七八级的大风 就那个风里面 加大着正在燃烧的草 在铺打这个火线的过程当中呢 我记得有一个事儿 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那因为草原深处 也住着一些木户 靠着草原来以生存 他们去放牛放羊 当时那个火呢 马上就要窜到他们的家里面了 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 就像看见了生命的希望 就像抓住了他们 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那个火就在我们面前 如果打的话 这个火危险重重 不打的话 百姓遭殃 我们身前就是汹涌大火 身后就是一方百姓 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刀山赶上 火还敢闯 此时不闯 火是闯 当我们胜利归来 在凯香归来的时候 大老远就看见这些牧民 跑过来抓住我们的手 看见他们那个 满眼都是泪滑的眼睛 真的笃定了我这个心 我觉得我身上穿的这身衣服 不仅仅是荣誉的象征 而是一种使命的担当 说得太好了 我们生活在这个和平的年代 我们拥有这样安稳的生活 也正是因为有你们 在保卫着我们 我们特别感谢你们 对你们奉上最崇高的敬意 谢谢 谢谢今天小宇 直言骗子 让我们了解了一下 他们平时的一些工作 和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不易 同时呢 展示他们如钢铁一般的意志 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也希望你用战士般的钢铁的意志 来面对我们这样一个舞台 那是一定的消防员 无所未尽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 其实我个人私下的时候 也会去写一些歌 创作一些作品 为我们的消防队伍 对 没有灵感的时候 就会坐在窗户的那个位置 盯着窗外 所以窗外这个词我比较喜欢 那不管是谁 来吧 选窗外 窗外 好 我们来切小窗外 王芳芳 您好 大家好 我叫王芳芳 我是一名画家 曾经呢 我在中国很多偏远的山区 做了十年的支教美术老师 所以这张画呢 是我画的 在青藏高原支教的过程之中 当时呢 有这两个藏区的小孩 他们这样站着 看我给他们上课 他们是在教室外头站着 往里一看 对 对 其实在很多偏远山区的学校 那些孩子们 他们的愿望 就是有一个真正的美术老师 他们上网课堂 喜欢艺术 对 对 当我第一次走进他们 拿出我的那个带的一些彩色的一些笔 在本子上画出第一笔的时候 他们当时就惊呆了 老师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么还可以画出颜色 他们那种表情让我直径都难以忘怀 对于一个画家来说 我就感觉是孩子们对色彩的渴望 嗯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因为我也去过西藏 我的西藏 一个人徒步走了十来天 哇 谢谢 对 所以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那一片 对于我们自己心灵的迪宕和进化 对 对 就我觉得我们去为 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 为了自己 为了想要奉献的去奉献 我这一点非常的尊敬你 但是我们现在场上是对手 我还是会用我百分之百的努力 去击搬你 那接下来 在这一轮答题的过程当中 希望你们缜密思考 用心答题较量 请准备 答题开始 马球运动中选手 通常会将马尾 把编成马尾 变的原因是什么 在运动过程当中啊 这个马尾吧 非常容易缠住 运动员的挥杆 所以是避免缠住球杆 骑马时要给马套上马嚼子 主要是为了什么 这个我特别有经验 我在西藏骑马的时候 就知道控制马匹 水虎转凌冲入白虎堂的故事当中 凌冲带了哪件不该带的东西 凌冲一是因为带着这件东西 所以才致使被陷害 就是它的武器 儿童缺点的最主要的危害是什么 总害之力 判断题 飞机的轮胎可以导电吗 电这个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摩擦起电 所以说是可以导电的 与头盘摩擦过的气球 因带电可以粘住白纸 气球所带的是哪种电荷 摩擦产生电荷 电产生转移 所以是负电荷 中国首艘陆列的航母 以哪个省的名字命名 2019年12月7日 中国人的骄傲 国产的第一艘航母 山东舰 所以是山东 2019年中央申改委提出了 南深圳北拿里的建设思路 这就是一带一路的青岛 永远不要动弄一条沉睡的龙 是哪部经典小说里的校训 永远不要动弄一条沉睡的龙 永远不要把你的火源带入森林里 这个是小说哈里伯特中霍格沃茨 魔法学校的校训 土中的人物被网友戏称为 哪个行业的祖师爷 他就是哪吒自行车 建筑工人佩戴的安全帽 其防震机理是借鉴了 哪种动物的生理构造 这个安全帽 跟我们的防火帽 还是有一定类似 这种动物 我们在上山打火的过程当中 偶尔也能碰见 它就是可爱的啄母鸟 在成都 那些价格低廉 負面窄小 但味道异常美味的饭店 被称为什么 苍蝇馆子 北京烤鸭是哪个朝代 正式列入皇帝的御膳菜谱 北京烤鸭起源于南北朝 应该是在元朝的时期 进入皇帝的菜谱 元朝 四大会班中擅长演 昏腔俱目的是哪个班 应该是四喜班 泰国旅游圣地土吉岛 因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从而拥有什么美成 是金英导 是金英导 程宇 画饼冲击最早是由谁提出的 陶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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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您和我的工作 很多地方都有相似之处 我们为了自己的工作去奉献 我在这里也是对您表示尊敬 您用手中的话笔 为孩子们描绘了他们心中最美丽的一个世界 对 同时我还有另外一个建议 将一站到底的这个节目 带进到你们的课堂里面 让孩子们看看 有那么多很鲜活又有趣的灵魂 还能学到这么多的知识 对不对 谢谢您光临一站到底 第一 再 起 好 恭喜你获得身体保险 链冰箱 恭喜你 好了 现在关键词就俩 其实我个人来讲 作为我们这个职业 这个逃生这个字眼 我们经常会运用到 我不相信有人能比我逃生更专业 好 我们来介绍逃生大师 好 我们来介绍逃生大师 会不会是名人堂呢 请接下 恭喜你 王景秋 你好 大家好 我叫王景秋 然后我的职业的话 是一名油藏工程师 简单的说 我的职业就是挖石油的 可是你为什么会叫逃生大师 跟逃生有什么关系 对 是 是 是 我们的工作地点 是在海上的钻井平台 因为我们出海的交通工具呢 分为船和直升机 所以如果为了避免极端情况的出现 我们会提前练习一个 直升机的水下翻转逃生 水下翻转逃生 好刺激啊 对 在训练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是人员不穿戴任何的救生设备 做到一个仿真的直升机上 这个下转逃生 这是你们的一个必备的一个课程 对了 对了 你看现在的工程师 现在的工程师跟学特工没什么差别 我们之前看了那个纪录片 大国重器 我们国家的海上钻井平台 那个蓝金一号 世界领先 有一流的人才 才能掌握一流的技术 那现在你经常要在这个海上钻井平台工作 那每次一去大概得要待多长时间 像我的话 因为刚刚入职两年的时间 每年在海上平台工作时间 大概是80天到120天 从事这份工作的话 很难去对家人完成一个非常妥善的照顾 在去年的时候 也在一段连续出海工作之后 就知道了 我的母亲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手术 你都不知道了 对 当时在平台上 虽然跟家里通电话 但是家里知道你没有办法下来 所以也就没有把这个事情去告诉你 就怕影响你的工作 然后我们这个行业也是一个 偏偏于奉献的行业 但是可能作为一个行业的从业者 我会想更多地说是 有了家人朋友和亲人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完成这份工作 其实说真的 就像我们每次要出任务的时候 我们很多队友 也都不敢跟家里面去说 因为我们接下来面临的任务 是有多么的危险 这种事是我们也没办法预知的 只有当回来凯旋归来的时候 才去敢打一通平安的电话 去跟家里面抱一通平安 我知道您的工作 也需要家人的支持 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尊敬 可能我想到了海明威的一句话 就是人可以被毁灭 但不能被打败 作为今天的对战选手的话 我觉得就拿出我百分之百的状态 也算是展现我对你充分的尊重 两位 这一局较量过后 将会决定本场谁是冠军 祝你们好运 请准备 一战到底 马上回来 一战到底 精彩继续 一战到底 世界名校宝典 好好看世界 正在全国热卖当中 我们精选了五季世界名校中霸赛 三十四位精英选手的球学故事 可以说是一本在手流血无忧 这才是题库 这本书也已经在全国全线上线了 从现代开始登陆 京东 当当 天猫 亚马逊 进行订购吧 接下来让我们答题继续 答题开始 热唇膏里除了蜡脂 还一定会含有的成分是什么 这种成分我知道 因为我们在上山打火期间 也会带到这种物质 因为它有防冻防裂的作用 就是凡是零 硬水指的是水中存在什么矿物质 比较多 硬水是指的水中的 钙米离子含量较高 目前世界上每年致使人类死亡 人数最多的动物是什么 它非常地不起眼 但是真正的杀手 就是携带病毒的蚊子 中国在北极建立第一个科学考察站 是哪个 这个考察站的名字就是我们母亲和的名字 黄河站 我们在喝酒时常说先干为净 相传 在古代这一行为的原因是什么 应当是表示酒里无毒 古代酒馆挂酒棋的原因是什么 挂酒棋的原因是要告诉顾客这里有没有酒 请听音听听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歌名的话呢就是一个师父撒徒弟 戏曲表演唱片做打当中的做和打是指哪种表演 做打就是舞蹈动作 没火不忘时可以撒一些什么调料去助长火势 因为我们消防员周末的时候会举行一些会餐 有时候我们会自己烧烤 然后没火不忘的时候发现撒盐的话可以助燃是盐 是 电脑中的内存和硬盘哪个存储速度更快 相较之下电脑中的内存存储速度更快 世界卫生股市认为哪种污染是发展中国家的头号杀手 这个和我们日常生活稀奇相关 无它不可水污染 我们称出租房屋的人为房东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房东一词来源于日本 房主一般住东边 是因为房东一词 恭喜你小语 我们也说了 大国重器离不开每一颗螺丝钉的坚守 当然更离不开背后所有家人的支持 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些石油工作者们 感谢你们为国家奉献 你们为国家奉献 东一词 都有一种大一颗螺丝钉的给予额叶 就是跟志杨一颗螺丝钉的分析 是我预想奉献的 我就必须能给予预想 我宝贝 有资深锋链 这些资深锋链自己的资深锋链 你能给予设想装的看复 你给予设想一颗螺丝钉的资深锋链 当越青春货把我们的资深锋链 可以选择向名人堂的选手 发起冲击和挑战 要是能够战胜她的话 刚刚你所到手的这几件奖品 再次翻翻 站在了这里 就证明了消防员是无所畏惧的 我当然选择去冲击名人堂 好 表零 上场 大家好 欢迎表零 话说 在这个舞台当中 有这么一号选手 身穿一身火焰蓝 把眼一瞪灯放出两罩寒光 真可以说是山崩地裂水道 流鬼见仇 人见人爱车见车在 花见花开 刚才也说到了 火在哪 危险在哪 他就在哪 此人正是张小雨事业 有事赞之约 不为火海 一身的安 消防战士 有为名 哇 蛇灿莲花呀这是 评头论足 其实这个关键词挺明显的 我们说过他喜欢用评书的方式 去解说足球 足球 哎呀 这五年时间不见 你成长得太棒了 其实五年前我是学生 站到了一站到底的舞台 对 因为五年前 我记得好哥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希望我的评书 足球解说 能够得到越来多的人认可 能够解说世界杯 那在五年之后 评书足球解说 确实得到了 越来越多球迷的认可 同时我也解说了世界杯 哎呀 哎呀 我那个时候 来到一站到底的时候 刚刚使用这样的方式去解说 是 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坚持 我始终相信一句话 我们不是因为看到希望 才去坚持的 而是因为坚持才会看到希望 所以我一直坚持到底 一站到底 然后让评书童解说呢 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 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要感谢这鼓台让我圆梦了 没人走过的路 总是非常的艰难 你自己一个人拿着一把开山刀 披荆斩棘 然后自己硬闯出来一条路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我很少见到一个 这么年轻的足球解说员 但是没有过了一分钟 他马上就展现了他的实力 刚才说什么 我这这都是夸我 但是可以以这么华丽的词早 来形容我们这份职业 也是对您感谢 谢谢您这么支持我 谢谢您对我们这么大的尊敬 感谢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谢谢谢谢 本场的最后一句答题较量 把掌声送给两位 请准备 答题可是 哪位围棋世界冠军 在2019年11月 获得了斗地主比赛圈国冠军 他就是同样也是围棋冠军的 天才柯杰 哪支足球队获得了2019年中超联赛的冠军 八冠王 广州恒大 有关水果的农念中 七月枣子八月梨 下一句 要七月枣子八月梨到九月的市值灌满棋 吃橙子梨子时流出的果汁 主要来自细胞的哪个部分 叶炮 大象喝水不会枪到的原因是什么 大象的这个鼻子里面 有一个像开关一样的组织 就是因为鼻腔后有一块软骨 人在每次呼吸时 会用几个鼻孔 应该是轮流交替进行的 所以是一个 HN是我过哪个省的英文简写名 是我们的河南手 容错圈使用完毕 答题继续 世界上最早规定了 拐带他人幼子将被判处死刑的法点 是哪不 应该是两核流域的 汉莫拉比法点 是 被称为马中哈士奇 经常会发出鬼畜叫声的 是哪种马 斑马 斑马 你不要睡觉了 是斑马 就是黄磊扮演的哪个角色 这个电影应该是 陈凯歌导演导的 是吕布 是 曹芷七部成诗 相传历史上 还有两位文学家 三部就能成诗 一个是柳公权 另一个是谁 三部成诗应该是 还有一位是 北宗的扣准 漂亮 好险 紫瀚质堂墨最常用的剂量单位是什么 玩 漂亮 网络用语 小孩子才能选择 我全都要 最早出自周星驰的那部电影 出自于周星驰的九品千八官 如棋不才 均可自取 是刘备对谁说的话 刘备脱孤的时候说的 所以是 孔明 这种方式我们在打火的时候也会用到就是寻找一个突破口 它就是围棋 住院考生会用成语一举夺魁 其中的魁是什么 北斗星第一星 判断你 历史上关羽用的武器是青龙雁月刀吗 刘备的武器是青龙雁月刀吗 是 还是要恭喜你 小宇 虽然没有战胜名人堂 但你依然是本场的冠军 而且勇气可嘉 在这里我们也需要特别的感谢贤歌食品 感谢百合网江苏IPTV 感谢华康丽金黑字体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一晚我们等待所有热爱一战到底 八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朋友 继续观赏感谢各位再见 据说这是最让人害羞的一期一战到底 我好天啊害羞了 我想到这个我觉得害羞 你干嘛我嘴笑 是因为肉体太过强壮 不要害怕哦 还是大脑十分性感 他不是魔术 他是算术 他其实设计到数学当中的一个原理叫做三进 罗马尼亚大师杯数学邀请赛金牌全球第一 精彩竞赛下周一晚一战到底 雾 Ronaldo 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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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